当年的偶像剧主角颜值有多具 狗血巨下加三千斤 吊打那鱼小鲜肉 细微更是凭借美貌 登上韩国热搜 张萌 眉眼四万元 一双大眼睛非常灵动 仿佛会说话一样 一整个扑面来的青春气息 唐烟 天真可爱 整个人非常灵动 是谁的小可爱出现了呀 就仿佛仙女下凡一样 七微 七微在剧中 那可是又闷又洒 头发的长短 造就了气质的差异 长发冷艳 短发惊艳 不知道是多少人心目中的白月光 其实是因为导演 当初在选举时 要求饰演下友善的眼睛 必须要剪短发 不少女演员在听到这个要求后 都纷纷表示不可以 害怕会影响到后续的资源 毕竟当时流行的审美都是长发 只有七微 仿佛自己长得好 又是个新人 为了争取这次机会 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长发剪掉 这也是他做过最正确的决定 直接凭借这部剧 从一个演艺界的小透明 变成了大爆偶像剧的女性 更是有无数网友看到 他在剧中的造型 纷纷跑去理发店 要求剪成七微同款发情 引领了短发潮流 但是因为他演的角色是个反态 也是直接被骂疯的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最有热度的时候 和流量最高的时候 我最有热度的时候呀 天呀 夏友善的时候 被骂疯了 早起偶像剧剧情有多电 下加三千金牌第二 没人敢说第一 好你不要说了 我不要听 我不要听 明明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 直接说想要你做老婆不就行了 偏偏一直在重复一句话 你一定要听 你一定要听 我一定要 听我说 就是不说重点 这是怎么写出来的剧情 还好最后没有强行误会 说出来了 我要你做我老婆 早这样说出来多好 非要耽误大家的时间 这是什么迷惑行为 七微站在一旁 本就想脚趾抠地 浩天看到后立刻回了一个 七微看他俩表演完 都想直接给个大肚斗 只想说一句真爱无敌 这真的不干吗 在盒子里的猫中 全员在线这个经典名场面 七微看了之后 不仅一脸难看 更是感慨到 不过 当年看过这部剧的人 可是纷纷学了起来 是真上头啊 round three 明明只是个简单的摔倒 本来以为是个老套的剧情 两个人倒在一起 谁知道直接飞出了大楼 直接惊到了我 这不会死吧 不过一想这是主角 没那么容易死 就想会怎么活下来 毕竟是这么高的一栋楼 万万没想到 最后两人掉到了一个 装着沙子的大卡车上 这反转绝了 编剧的脑洞真大 不过有点不符合长脸 从那么高掉下来 竟然一点是没有 直到听到孟子义开口唱歌 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自信 在盒子里的猫中 孟子义突然开始问起了李承炫 有一首歌你会唱吗 此时的李承炫 还是一脸猛的状态 孟子义就直接开始唱了起来 不过爱完了 唱完后 还不忘指着李承炫让他接歌 但是这时候 全员都在沉默的状态 两久才有人开口道 是你唱的不对吧 孟子义不愧是娱乐圈百娘 非常自信地为你 一唱了真的对 又唱了一遍之后 原唱在旁边也皱起了眉头 直接说道 全对不对 但是孟子义对自己的歌唱水 可不是被原唱反驳就能被打倒的 直接回顿就是这个 也是真的绝了 还好李承炫在一旁 努力翻唱街上 这才告一段落 但这其实不是孟子义 第一次反驳原唱 早在一年级中 孟子义就曾主动向汪峰讨叫过 一首一起摇摆 直接让原唱满脸 我写过这歌嘛 这旋律怎么完全不一样 根本听不出来 还好最后听到了一句歌词 知道唱的是哪首 不过也是对孟子义发出了疑问 你们确定他是认真在唱 真的笑死 还有在跑男中 孟子义让周深猜歌 直接唱的周深满脸 这歌是这样唱的吗 最后直接开始交起了孟子义 不过唱到最后 直接开始怀疑起了自己 这是一首歌 真的笑得多了 为了自己着想 建议之后 不要跟孟子义一起唱歌了 不管是谁都能被带天 他谁都没看到是什么